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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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虽然生活在英语的世界 余英时的写作仍然是以中文为主 他创作了超过三十本书 在两岸三地都备受重视 历史与思想到从1976年到现在已经重印了26次 应该是台湾出版的这个写者的著作里面 重印的再版的数量最多的一本 和他开一句玩笑说从摇一顿的摇一顿响到毛 实际上他多有著作 而像他这样的人的文章为什么好看 其实他里面就像当年两起超一样 是比端常怠感情的东西 除了在華人地方被廣泛認同之外 在國際學術界,余英時亦都是備受推崇 余英時獲得由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獲得 由人民學科諾貝爾獎之稱的 《克魯格人民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余英時是第一位華人 亦都是第一位以中文做學術研究的學者 得到這個獎項 法國人學法國史,德國人學德國史,義大利人學義大利史 最重要的著作,我看他們贏的都是原文的 那為什麼中國非要學英文才能錯過成為國際人 國際著作呢?這是我的原因 所以我這幾十年下來慢慢也有編 好像用我的影響也開始這樣做 所以就希望把中國語言變成一個國際的學術語言 所以這個科學生才承認這一點的話 我想是一方面合衡我原來的意思 但是我原來意思並不是要得講之類的 那時候也沒得講 只是希望讓人知道 用中文寫作並不比英文寫作低的 老師這個小書齋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誰的這個鎮板橋的字 普通我們都看到都是難得糊塗 最有名的 小書齋不多 小書齋是這裡吧 方滿書的小書齋是余英時通往古今 認識中外的角落 他的研究都是在這裡完成 這個世界是最重要的世界 因為我離開書也沒法寫 你看外面的雨在水裡 你離開水就不行了 余英時的研究 主要是集中在中國思想史方面 他以各朝代的知識分子為研究對象 著眼在歷史上一些重大轉變的時期 以宏觀的視野中環過千年的歷史 意識是很重要的 中國人歷史意識最強的 你知道 這是中國的一個特色 因為歷史長而不斷 最大的任務就是讓我們了解 我們現在處在這樣的方向 我們這狀態怎麼來的 有一種實踐的深度的了解 那就是靠歷史 這就是司馬遷中國早就說 叫藤古今之變 每個人都有歷史 所以你要了解一個人 你要了解前面的歷史 可能是三百年五百年以前 你是對他更重要 余英時在一九三零年出生 七歲那年中日戰爭爆發 為了躲避戰亂 他被送去祖先居住的故鄉 安徽潛山的觀莊鄉 一下子從城市搬到農村 這一段在鄉下成長的童年 影響了他的一生 我真正的記憶是從那次開始的 這個記憶就是回到鄉下 生活跟城裡完全不同 一切都是原始的 我想我回去鄉下 跟兩百年前 三百年前五百年前那鄉下 沒有大分別的 我們記得點著燈還是油燈 油燈就是用那個燈草 蠟燭都點不起的 蠟燭是很貴的 因為我晚上念書 就非點三根看不見了 基本上社會是個傳統的社會 對於研究歷史來講 研究中文化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就是我可以看得準確一點 不是紙上談兵的問題 中日戰爭結束 已經十五歲的余英時搬到城市 在學業上急起直追 輾轉考取到燕京大學的歷史系 當時的國共戰爭 再次將余英時一家分開 在1949年底 收到父親寄來的信 余英時才知道父母已經在香港定居 我記得那時候 1949年最後一天 我們在深圳等香港方面 這個早上開明過 進去 所以在深圳地上做了一夜 等到天神天亮才入境 一跨羅湖橋 我有一個感覺 到現在還記得 忽然我頭上鬆了 好像一個重大的壓力沒有了 一過橋 就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感覺 我相信在共產黨裡面有一個 雖然那時候還沒有 我沒有被整 或者被注意 但是感覺到有個壓力 思想上有個壓力 那個壓力 一過橋 忽然之間就頭上一鬆 這是我真正真實的感覺 如果講自由不自由的感覺 我那是真實的 長年飽受戰亂的分離 本來只是來香港探親的余英時 在坐上回程火車的時候 內心掙扎 三四個公主之間我就回想 我那時候想不是政治問題 像我的父母 有些我父親年紀大了 一個人在香港 我弟弟還很小 在這七八歲 他很 對我回去 隨你不說心裡很難過的 很傷心的 好像我還是不顧他們 所以我想中國能打多少億人 少我一個一點關係沒有 但是對我父母講 我就比較重要 所以這樣的 在共產黨的話 就是自己做思想鬥爭 就是小自然階級的溫情主義 跟愛國主義之間的鬥爭 結果小自然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 我就決定還是要回去 我對香港一直有些改變 因為就五年代 做學生的時候 到處跑大街小巷了 那個地方 開始是很不習慣的 所以我還想回去 我對香港一直有些改變 來代表這個真的自由 無拘無束嘛 雖然是殖民地 當然我們也不管政治 殖民地給我什麼想幹呢 因為要不是香港成長 我也沒有今天這種自由想法 我在共產黨長大 或者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 一定會受限制 你老進去有些東西不能想 根本不敢去的 但我可以斷言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這個我歸功於香港 我希望那些好東西不要丟掉 因為現在香港言論說話的人 慢慢自我控制 不是別人控制你 你要迎合一個大勢力 怕得罪他 怕得罪他 讓我的利益受損 那就越來越限制自己 那就不要別人給你洗腦 你自己希望 自我洗腦 現在香港 有這個危險性 開始一個自我洗腦的過程 如果我這句話 對香港人有意義 這句話 我是要說的 1950年 余英時決定留在香港 他的身份 隨即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 他開始寫作 開始研究文化問題 他入讀了 亦是由流亡學者組成 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新亞書院 成為學校的第一位畢業生 當年的新亞精神 一直支持著他 日後對文化研究的堅持 我們共同的就是文化的難民 所以真正講念書 是談不上多少的 新亞也沒有讀書館 所以要講客觀條件 那什麼都沒有 這是新亞 孝哥像前先生說的 手空空無一物 真的手空空無一物 不過有個精神 有個精神就是我們要對中國文化 面對共產黨在那破壞 我們要做一種努力 要保存其中某些東西 到底什麼東西 當時也不會很清楚 總覺得自己文化裡面 不能說都是要不得的東西 在新亞書院 余英時受到國學大師 錢穆的指導 啟發他在中國史學上的研究 錢穆是傳統派的學者 一直致力維護傳統文化 他對於這個 無視的批評態度 他也不是很贊成的 我記得有一次 蔣慕琳說他看了他的 郭斯大綱看了好幾遍了 他就說 那你的郭斯大綱 我是很佩服 蔣慕琳說 但是好像你只說好處 不說壞處 前先生說這幾十年來 說壞處已經太多了 所以我應該想講好處 你看我講的好處 是講對的沒有呢 還是錯的呢 蔣慕琳也並沒有說他講錯 所以這就是他的態度 這個態度我就綜合起來 就叫他一生為故國召回 1955年 得到新亞書院推薦到哈佛大學 余英時有機會受教於 思想比較接近西化派 以嚴謹的考證 和推理詞名的楊聯星教授 得到兩位不同典範的學者教導 余英時可以說 承繼了當時中國學術上的兩個派系 但是他自覺地對儒家的人文主義有調整 尤其是晚年他研究胡適 他對胡適也是有批判 他是對兩邊有吸收都有批判 二者都有 所以可以說他的思想呢 是這個 希望這個兩者之間呢 找到一個平衡 要不要吃一點這個 平常很貴耶 好 你喜歡吃豆子 我喜歡吃神豆 喜歡吃蚕豆 我喜歡吃蚕豆 這是我們安徽鄉下的 那這個呢 這個姓仁學院是嗎 健康姓仁學院是嗎 健康姓仁學院是嗎 我根本考慮健康那兩個 各位媽媽 他看怎麼樣怎麼樣 我順其自然 8月 那也三個月了 張浩和余英時是老朋友 1959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 他們已經相識 他是個藝術 就是外面的一些規律呢 他不遵守的 可是遵守呢 不遵守呢 也不妨礙他的健康 他做學問 有個人的本利 他聊天也有個人的本利 可是他總有時間聊天 而且呢 一聊的話 就可以這個通宵打蛋 跟他談天呢 是一個很大的樂趣 而且我跟他的這個聊天呢 但是維持了差不多幾十年一直維持下去的 在他們家裡面 常常有聚會 後來這個聚會 後來也變成一個 非正式的討論會 這是余先生提的 現在建橋還有這個傳統嗎 叫做什麼 建橋與司嗎 還在搞嗎 那就是那個 基層那個傳統 最早是那個 最早是那個 所以余先生開了好幾個傳統 所以這個公布是最早的傳統 我相信這個是最早的傳統 但你香港還有傳統 雖然在美國 開始了學術研究工作 但是余英時流亡者的身份 並沒有改變 因為台灣 這個當初認為 我在香港是搞第三勢力的 是反對他們的 所以我到美國來 連護照都沒有 他不給我護照的 我拿的是 這個叫 Affidavity in lieu of passport 就是無國籍人士的臨時證書 在歷史樓簽個字 我的基本身份是沒有國家 Stateless person 因為台灣當初反對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在香港 提倡民主自由 是一個liberal 自由派的人 這些自由價值 人權價值 民主的價值 只是 不但共產黨不能用人 台灣 國民黨一樣不能用人 他也是一黨專政的 所以任何一黨專政 一定幫我當敵人的 在美國普林斯頓 余英時家裡的後院 有一個充滿中國風貌的角落 自小在竹林長大 余英時對竹有一種特別的喜好 終於是 淨結嘛 所以很有 一個人有沒有淨結 你常常想到竹子 竹子是有結的 但是它又很直 所以這是一種道德象徵了 中國人講道德的教育 是講的最多 而最長的一個文化 就是指你做事要真 不能虚伪 不能为了临时一点利益 或者深浅一点利益 个人一点利益 就把自己相信的原则都丢掉了 那也是世界嘛 那许多人在一个新的王朝 或者新的政治势力起来以后 明明不相信 也说了一些假话 表示我要 我对新的政权拥护 这些就是世界了 就是没有细节了 在建国之后 大陆内地的文化思想 一年左右都是共产主义的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独害 1958年 余英禅偶然独岛 由封锁的大陆流传出来的一篇文章 内容是感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 正是被打压 正是迅速消失 这篇《哀痛家国文化兴望》文章的作者 是当时住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仁确先生 这位坚守气节的史学大师 在文国时期已经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在他晚年的著作 经常以引经据典的诗文 去表达他内心的想法 当中隐藏很多的源外之音 1959年 在他的新年 在他家门口贴出一副对联 上年就是六亿人民齐要进 那时候真的打要进去了 1959 下年是十年国庆 共宽腾 他说这表示陈仁确 绝对是送养共产党的 我这个解释刚好相反 前面说这个六亿人民齐要进 是个邂逅语 他没说要进到什么地方 要进到到这个山谷里面 要进到地狱 要进到火坑 都没说 是不是 下边更明显 十年国庆 共换腾 共产党是换腾 这个共是共产党的意思 只有共产党换腾 所以上年是人民 下年是共产党 所以他把人民跟共产党放在对立面 写出这样一副对联 1958年 余英时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陈仁确的文章 陈仁确1969年去世之后 余英时再次研究他的晚年斯文 文章引来内地的回应 展开了一场不战 余英时的解释就是 陈仁确他想到台湾去 想到想离开中国 但是不能离开 因为他眼睛不好 而且他也没钱 所以不能离开 大老的人就认为 他根本就不想离开 所以在明报又开了 发表了很多 无相批评 无相讨论的文章 当然新华社也主张 不要等我们云世界的文章 但是我就讨论 他这个意志很对的应该认定 近年历史资料相计出现 证实了余英时当年的论点 不过对他来说 事件早在1987年 已经有个圆满的结果 1987年 余英时收到陈仁确的二女 陈小鹏托人转告的一封信 信里面表示陈仁确曾经读过 余英时在1958年 写有关他的文章 非常认同余英时的分析 在读完全篇文章之后 陈仁确更说了一句 对余英时的评语 就是作者之我 普通文章研究都没有 不可能有这个结果 因为研究了多半人已经死了 可是在我来讲 1958年 我们跟中国大陆 已经是两个世界了 等于是明了一个时代的人 已经不能沟通了 所以我也还是 等于是帮他当古人来研究了 但没想到古人还出来证明 你是对的 1973年 余英时受新雅书院的邀请 回母校接任为期两年的校长职位 在香港 他又作出了一次重要的转变 许多中文东西都那时候开始写的 否则我在美国 大概多半是写英文的了 所以这样我就换了一个世界 文字上回到中国的世界 我觉得很好 因为我当时的感觉是 我如果能写的东西是中文的 那可以在东亚 有普遍的 这个读者 包括日本和韩国 他们都可以读汉文的 如果只写英文的 那只能在美国少数汉学家 和研究生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础不一样 我始终怀疑我能不能提出一个总的看法 这个总的看法提出来又有什么 从此 每逢于英时的学术著作出版 都会引起人民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而他的言论 也都在华人地区发挥影响力 他在1975年以后的影响 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大 我想可以分成好几面 当然他的影响一开始 是先以学术思想的角度进来的 可最后呢 影响所及事实上是涉及文化 也涉及政治 历史思想刚出版的时候 事实上国民党政战单位 事实上想把他禁掉 也就是他感受到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很大的批判力量 于先后来 慢慢写一些政论的文章 代表一种温和的 渐进的 但是对自由跟民主 坚持不懈的一种 一种这个态度 所以对过度激进的 变革他们也并不满意 并不同意 但是对这个保守的威权 当然他是批判的 80年代出版那个 《事与中国文化》以后 他跟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思想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的这20年 始终有余先生的影响的因素在里面 因为他的很多关怀的事情 也同样是整个社会 知识分子群体里面 关怀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个呼应 所以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专业学术领域 而进入了公众生活的层面 大陆现在所经过的阶段 已经是70年代台湾所经过的阶段 所以你这样算的话 对大陆应该有个乐观看法 大概二三十年以后也照不住了 那时候人都可以说人话 我们的话语就不稀奇了 没人注意了 1974年 港英政府要推行香港中文大学改革 由原来的学院联邦制 改为更统合的制度 事件引来新亚书院部分师生的反对 特别是创校元老唐军毅先生 认为改制会令学院失去独立的精神 失去本身的特色 而当时余英时是中大副校长 代表校方推动改制 正好在冲突的中间 我都很不客气地说 我说唐先生 你们在背后算计我这个不对 我是你学生 你要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找我当面好好谈 当面一句话不说 背后还怎么来整我 听我大字报 这样我不能原谅 他那个通信起始 他比我的情绪性强 而且他跟信仰的关系也比我深 所以那是一个三国生平中一个大事 也是一个大事情 刚好碰到前面后面 校长可以说都做的是 非常太平天子一样 没什么风波 一到我手上就有风波了 所以这是也许我命里面带风波的 不管做学问还是搞行政 一定出大问题 中国那些要往前面走 新也要往前面走 除了改制以外 没有第二条路 我也是相信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认为 哪一辈子像唐先生他们是错的 你不能抗拒这个新的情势 而事实上后来 过了十九二十年以后 证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 2007年11月 香港中文大学以余英时命名 举办了第一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 以表扬他的学术成就 主讲人许作云教授 谢谢 是我的荣幸 同时因此所表达的人文学科的忧心和关心 我深深感受 1978年 整个中国都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坏 余英时在这个时候 被邀请率领美国的看待研究代表团 到大陆考察 这个旅程给他很大的感触 不能想象那样的社会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只有厉害关系 只有计算 而且都是政治挂帅 到处都是政治挂帅 所以我不觉得我在那个 我觉得中国比任何一个外国 对我来讲都要外国一点 所以我不感觉那是毁到中国 我回来以后精神有几个月都不振 非常depressed 就是非常心里是低落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所认识的中国 中国文化已经没有了 自从那以后我有一个想法 我就不觉得那是我的故国了 我的故国已经是成为记忆了 只能在记忆里面 换句话说历史不是由人能够做主的 不是说我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是很危险的想法 就叫很狂妄的想法 就还有一个所谓致命的狂妄 人的致命狂妄 就是因为我可以整个改造社会 凭我一套方案 凭我的智慧 现代人的智慧 重新改造 他不知道这个文明是 像胡适说的一点一地造成的 要几千年慢慢变化 你都没有视线没法预测 你不可能把它撤掉重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历史 要得到很大的一个教训 2007年10月 77岁的余英时 到大阪接受关西大学授予的 荣誉博士学位 同时也继续为学术而忙碌 接受了几个学术机构的演讲邀请 由大阪到名古屋 再到东京 三场的专题演讲 吸引了过百的学者 在东京 余英时还去了探一位老朋友 他是为奇奇姓 林海峰 我是莫莫人 他们不告诉你 所以很惊喜 我们最后在哪里见 十几年 余英时 对围棋的喜爱 已经有很多年 他说 做学问都有间断的时候 但是对围棋的关注 就从未停过 主要是分析 判断 两件事情 分析是细的 判断是整个形式的 大的 缺义不可 做学问 做什么的研究 科学也都是一样 比如说 完全靠直觉 这个主直觉关系很大 不是都是 绝对不是靠 都是一个一个算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你想到爱因斯坦 主要也是靠直觉 它并不是说 都是算出来的 它知道模型能做 模型能不能做 它一看一看 就晓得 这个不行 不必 考的都不必考 对你们说 那个字不可能走的地方 大多数也是 算是算不清楚 算不清楚 哪里有难的 自觉的 就算有computer 也没办法算 最高的理论位 这都不是靠 纯粹计算出来 有一次很久不见了 我准备给他下车 我自己记了很多 我们叫做 叫做桥手 很桥灭的桥 桥手 哪个东西 你淋着出来的话 你想不出 你想三体上完 也被你想得出了 他就 顺不可唱 我不是 他平常上 他不太用出来 这些桥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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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大 叫狡猾的 他平常也不用了 但我后来用 他也 他能够解决 我觉得 他 他本身 他修演很好的 他也能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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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须分享 有些 дужеелен 有正义感 有公平感 他支持东方教育所能提供 说 余英時关心的 都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這件事我印象很深 歸著逃!歸著逃! 六四事件過後,部分學生被迫流亡海外 余英時幫助這班流亡者 在普林斯頓大學繼續他們的學業 像逃難來的大陸的學人都在這裡聚會的 六四以後柴林之類都在這裡 這也是他們開會的地方 也用這個地方 他們那時候東亞系管他們 東亞系有個專門委員會管他們 我也當在裡面,不過西主任主要負責是西主任 那是前世另外校友捐的 就讓他們來念書的 我們在這裡,他們來在這裡 我們學校跟他們沒有政治關係 也不是支持他政治問題 是給他們寄回念書 他這樣一個很有聲望的學者 很細小的事情都關起到了 我住在普林斯頓大學附近 一天晚上,余教授和他的夫人來敲門 結果是,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打開門看,他把我的很多日常的生活用具 包括電飯鍋,很多很多東西 他買了一些,親自給我送上門來 我當時非常感動 我沒想到他一個學者會這樣 而且他是親自的一個一個的打電話 一個一個的安排 一個一個的到機場去接也好 或者到火車站去接也好等等 是這種真是 我覺得很好的是現在這些人 好些都已經成家成名了 到各大學去教授去了 也有練完博士的 相當多的打批 所以我對政治實在是真的沒有興趣 我說實話只是說中國人 做一個人的尊嚴應該說幾句話 這還基本上是從文化的觀點出發的 余先生是一個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就是不僅搞他的專業 同時他也面對社會,面對政治 說他該說的話,做他應該做的事情 那麼余先生在這方面也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 他確實做到了 我已經77了 中國也在變化 世界也在變化 美國也在變化 所以我最近給人家寫去一句話 用Thomas Mann的話 Thomas Mann在流亡在美國的時候 人家問你想不想念德國 他說當然想念 他那裡怎麼辦 他說沒有關係我在哪裡 哪裡就是德國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現在我的感覺大概也是這樣吧 也是怎麼樣 就是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嗎 我為什麼要到某一個土地上才是有中國 那個土地上反正沒有中國 這個地方 這就以後 他開始在 我才跟他一塊兒兩個人走 這是很好的一個風景區 這是我們最喜歡的走路的一個地方 本來有時候還有叫烏龜曬大陽 這什麼地方 你看到 還有還有後面還有 這第二個轉彎截子上面也有一個 比較大更大的烏龜 對對對 你看 哦對那裡還有一個 更大的 更大的 嗯 這邊可能還有 很有意思 太太陽 不些太太陽 是啊 師母你會覺得老師抽菸是一個壞習慣嗎 不會 因為我自己也有很多壞習慣 比如說呢 比如說很懶 很亂 不是 懶得客氣嗎 每個人都有 就是換句話說 都有很多 跟別人不一樣的習慣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中國從前理想的文人都說的是 最好是夫婦而兼朋友 只是朋友又不行 那就沒有名分了 那等於是同居的人 現在和同居人說 說分就分 說句就句 那有沒有這個 長期的承諾 也有長期承諾 一生我們是 互相承諾 我管你 你管我 你照顧我 我照顧你 都是互相的 但是從這個義務 跟權力以外 還有一種感情的交流 那就是朋友關係 無論不談的 我們胡扯八道的常常留 而且也會批評他 我批評最憐厉就是他 配修最大的好處就是你沒有教書的責任 你時間都是你自己支配 所以我想在教書時間想寫的東西 沒時間的 現在都可以在退休時慢慢的追捕出來 那現在我是還有計劃研究唐代的高僧 唐代的這個禅宗 唐代的詩人 所以我在研究歷史中間 各朝代我都有過專題研究 但是唐代還沒有更大規模的研究 所以我想在唐 唐是我這以後幾年讀書的中心 在唐代的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